在澳大利亚一处美丽的海滩上出现了一个高三尼宽四尼的肤色海浪 不知情的游客们兴奋地跑过去观察 结果走进后有游客却吓得拔腿就跑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特殊海浪出现在悉尼的邦迪海滩上 其实它并不是一波真正的海浪 而是由艺术家安特尼打造的特殊艺术品 之所以呈现出肤色的色彩 是因为制作艺术品的原材料比较特殊 基本上采用的都是小孩子们的芭比娃娃 不过这些芭比娃娃并没有经过化妆打扮 它们都是从各地垃圾站中捡回来的 安尼特用3000个垃圾娃娃制作海浪 就是想要传达出保护环境的观念 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海浪一号 而且这个特殊的海浪也有着实际的作用 不仅成为海上亮丽的风景 还可以作为这样版供游客使用 不过很多游客看到娃娃墙却有不同看法 他们觉得这道海浪看上去极为诡异 尤其是近距离观察时 看到一个个芭比娃娃睁着眼睛瞪人 晚上是有可能做噩梦的 所以很多人看清海浪一号后 都会远远躲开了 如果是你愿意到墙下遮阳吗